另外再带您看到 卓西湘南部落 透过磁心有机农业发展基金会 辅导种植布农族的传统豆类 像是树豆、黑豆、黄豆等等 但是碍于过去都是人力来种植 非常耗体力 加上部落人口老化 于是磁心则是邀请到 种植大面积豆类的青农 来分享豆类机械化生产 而在今天是特别办理了示范课程 卓西湘南部落 透过了磁心有机农业发展基金会 辅导种植布农族的传统豆类 像是树豆、黑豆、黄豆等等 但是碍于过去都是人力种植 非常耗体能 加上部落人口老化 差很多了 以前人工的话比较累了 现在用器具比较省工了 磁心邀请到了 种植大量面积豆类的青农 来分享豆类机械化的生产 特地在二十号的一早办理了 豆类机械化生产示范的课程 花莲区农业改良厂研发的 复瓜是旱田除草机 然后主要是针对有机的 杂粮类的 对大部分杂粮类的作物来做 就是除草的工作这样 那它可以减轻很多人力上面的一个负担 对尤其是在有机大豆的 这个产业的发展里面 那改良厂的帮助非常的大 对然后减轻了非常多的 就是除草的工作这样 陈振生说 有了全程机械化的助力 翻地 播种 田间管理 收割全市机器帮忙 收割速度以及效益都提高了 部落的族人也都说 之后也一定会来试试看 记者高双双 卓西湘 采访报道